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是5月28號 今天跟大家來個分享幾顆早花期的韶藥 早花期的韶藥和晚花期的牡丹 花期是重疊在一塊 早花期的韶藥大部分都是單瓣的 第一顆我們可以看到Janice 她的花色,這是沒得說的了 非常鮮 花色、花形、抗導夫能力、香味 什麼都具備了 這個Janice是個不錯的品種 而且她的花色特別特別的吸引人 花也挺大的 第二個我跟大家分享的是Claire de Nune 這是個法國品種 那麼是最早雜交出來的黃韶藥 最早雜交出來的黃韶藥是個單瓣 就是這個品種 當時就是很轟動 但是幾十年下來 現在有很多重瓣的黃韶藥 但是 這個韶藥還 很受大家的歡迎 花期早 抗導夫能力也很強 顏色漂亮 幾十年了還是一個熱門品種 Merry Praty 這個是一個老的傳統的一個藻花品種 它就剩在這個蜘蛛比較緊湊 所以它的花呢 大家看到如果這個花要是開得多的話呢 就滿滿一層都是 粉色的花 它這個粉也很漂亮 如果你想找一棵 不是很大棚的 那麼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這棵呢 是Morning Light 這個是個伊頭品種 這個伊頭品種呢 它是伊頭品種裡面 伊頭品種裡面開的花最藻的 所以我把它歸在 就是 今天跟大家一塊分享 是藻花少有的裡面 它的花色 抗導夫能力根本沒說了 也有花香 那麼 花色非常非常鮮豔 當中還撒了很多的白條 所以這個品種呢 挺有趣的 就是說很吸引人 叫它花色 Pink Vanguard 我們說起來真是一個 這個半蟲瓣少藥裡面那個先鋒隊 它是最早 最早是開花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就是 怎麼樣呢 白粉 就是粉的非常嫩 大家看到這個風非常非常大 在拍攝的時候 它抗導夫能力也很強 那這些單瓣的少藥 抗導夫能力都很強 一個呢 它們是本身長得粗壯 第二個呢 它們呢 是 花很輕 那這個 Merry Messhine 這個是一個 窄葉少藥 窄葉少藥呢 品種不多 但是呢 它們開出的花 特別是這樣的紅花 特別特別有特性 我們說是洋紅色 就是coral和紅的結合在一塊的 那它花期也非常非常糟 那個 大家如果找一顆特殊的顏色呢 可以考慮它 我們說說 我們說 我們說